我们来看147月的快乐来挑战 我们完成以下的接龙游戏 好他从这一边开始先做减 来我们一个一个做 4个世纪15年减2个世纪43年 我知道这一边我借3 一个世纪100年 100减63他就变成37 然后40他就变成 52 52然后这一边2减11 所以他是一个世纪 一个年代52年除以4 OK我们这一边呢我们就有年代 还有年 然后我在这一边我除4 他是一个年代52年 所以这一边是0 然后他就0 然后在这一边他就1 过来他变成100 所以他是152 除以4 然后我们有43 12 然后这边有32 然后我们就有84 32 所以他这个是0个年代 38 8年 OK 0个年代38 一个年代有10年 所以一个年代有10年的话呢 这个38年呢 他会是等于 3个年代 OK 3个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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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8年 然后刚刚这一边是152 一个世纪 52年他其实是10个年代 然后2年才对 12年代2年 所以在这一边我刚刚的这一个呢 他就做错了 OK 因为我没有看到他是 世纪变成年代 所以我在这一边呢 我的这个是 错了 OK 然后他应该是在这一边我有 年代 10个年代 然后 两年 哎他是15个年代2年 15个年代2年 因为他这一边是5个年代 一个世纪10个年代 然后50年是15 所以这一个呢是152年 然后也等于15个年代 2年 OK 所以在这一边我这一个弄错了 好 来 所以在这一边呢我的这一个我就除 15个年代2年 我除以4 4 3 12 然后这边有3 然后他这边就30 32 然后8 32 所以他是3个年代8年 3个年代8年 所以我的3个年代8年的时候呢 这个 是一个世纪52年 一个世纪52年 15个年代2年 然后 3个年代8年 3个年代8年 所以我的3个年代8年呢 他也是等于38年 所以在这一边 他这个是38年 所以我的38年 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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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99 114年 所以他是114年 114年呢 他是年代 世纪年代 年代的话呢 他是11个年代4年 所以这个是11个年代 然后 4年 因为一个年代 10年了 所以我的11个年代 4年 减什么等于一个年代9年 我们知道 这个 就是说我有 5减什么等于 2的时候 5减3等于2 然后把这个帮过来 这个帮过去 就5减2 等于 空了 所以就退市 这个是等于 3 就拿这个来减这个 所以我这一边我就用年代 和年 我就有11个年代4年减一个年代9年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一个 呃 一个年代 我这一边 我借位 他变成10年 然后 过后呢 我们这边10.91 1加45 然后我这一边就有10减19 所以他是 9个年代5年 所以在这一边 他这个是 9 个 年代 然后 5 年 9个年代5年 好 在这一边我们有9个年代5年 所以其实你 其实刚才那边有做错了 你来到这一边的时候 他其实又重新开始 因为这个 已经是直接接着下去那边了 所以刚刚的这一边他这一个是 38年 这一点是38年 然后 过后呢他的这一个是 呃 11个年代4年 11 所以在这一边他是11个年代4年 11个年代4年 好 来接着我们再来看第5题 他 他这一边的这一个呢 他 这一 这一个是一个年代9年 一个年代9年 所以呢 一个年代9年 一个年代9年 我们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年代 我们的一个年代 9年 OK 等于 19年 好 好 所以我们这边是19年 然后3年2个月 3乘12 然后我又29 18 然后212 38 19 然后8 2 228 所以他是228年 然后 然后 这一个是这样 然后他的 三年两个月 他的三年两个月呢 等于3乘12加2 36加2 38个月 所以他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是 这个228 个月 OK 然后再除以 38个月 然后68 48 63 18 228 哦我猜对了 所以他是6个月 除 这没有他他这边没有单位 他这一个 呃月跟月除了就没有单位 所以我这边除6 638 622 一年对 好 所以这一个 2加2 4个月 1加3 4年 所以在这一边呢 我们其实要检查答案 刚刚的这一个我要检查答案 第5题的 我的 3年 2个月 然后我乘以6 我就有622个月 然后638 然后 然后减12 加1 然后他这边是0 然后这个是19年 所以他对了 所以他这一边是 乘6除6对 好所以是19年除6 所以刚刚这一个是 19年除6 3年2个月 4年4个月 4年4个月除以26 所以在这一边我的这个是4年4个月 对吗 刚刚这个是4年4个月 然后 我乘以 除以26 4年 4个月 一年有12个月 4乘12个月 然后再加4个月 然后他会变成48个月 加4个月 然后他变成52个月 所以我们这一边我有52个月 除以26的话 2 那就56 这边 52 所以他这一边是 两个月 2个月 两个月 一个月有多少天 两个月其实就是60天 OK两个月他这一边他变成60天 他的两个月变成60天有点奇怪 因为我们理论上是没有连续两个月 都是 30天的 所以两个月他可能是 可是他他在这一边他就说 啊 什么一个月 呃 等 等于2乘30天 所以他是等于60天 这个这个我觉得有点奇怪 这个我们 理论上还讲这是这是不对的 OK 好 60天 减什么 等于两个星期两天 然后我们在这一边呢 60天 减什么等于两个星期两天的时候 我就心想 我有 那一个 什么 我有 呃 那个6 减什么 等于2的时候 我拿到6 减4 等于2 所以我这个减方法来变加这个变成 6减2 等于4 所以我的这一个呢 其实是6减2 是4 所以我拿这个来减这个 两个星期两天呢 所以我的 两个星期两天是 2乘7天 加2天 然后他变成14天加2天 然后他变成16天 所以我们有60天 减16天 OK 所以我这一边就有天 然后这一个 我借位 这边5 这边10 然后10减64 5减 2 就3 34天 34天 所以这一边 呃 两个月 然后 34天 两个月 然后 34天 所以他这一个是34天 34天 然后最后这一边的时候上面这一个是 两个星期两天 OK 这样他也很好一下他的这一个 避免你做错了 所以同样的我们有 那个 3减什么等于1的时候 这样我知道这个是3减2等于1 我的2其实是3减1 所以我这个帮过来这个帮过去 所以我这一边我要找到这个的时候呢 我就 星期 和天 我这边两个星期两天 减掉一个星期三天 然后我这边不够的时候 我借一个星期借7天过来 7加299 减366 然后这边0 所以他这个会变成6 天 然后 这个一个星期三天 一个星期三天 除以5 然后我们知道一个星期三天呢 等于1乘以7天 再加3天 然后他会变成10天 所以就是说他其实是10天 除以5 5 520 所以他就变成2天 可是2天 他等于几小时呢 然后我们知道1天24小时 所以我的这个 24 乘以2 小时 他乘以2 428 224 所以他是48个 小时 所以6天 一个星期三天 48个星期三天 48个小时 这个是6天 然后 一个星期三天 48个小时 OK 所以这个是48个小时 好 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就能够很完美的 拿到这一个 的 整个的答案了 谢谢大家